到武康大楼啦 来场City Walk吧 Let's go 有好多人来网红建筑这里打卡 据说21年的端午节三天 有40万人来武康大楼拍照 刚听到老大爷给外国人拍照 自卖自夸very good 看得出来老外有点懵 武康大楼原来叫诺曼底公寓 形成于租借时期 外形一如一艘巨型航船 里面有三部电梯 一二层是店面商铺 三楼起基本为居民住房 这位小孩哥好懂拍照 他在指导马路对面的妈妈 然后有节奏的更换pose 武康路的特点之一就是茂盛的梧桐树 这里的梧桐树好养眼呀 武康路一开始是由美国的一位传教士来捐换修筑而成的 后来根据传教士的名义座 被名称了福开森路 后来才改名称的武康路 然后这条路上也有很多历史文化名人曾经居住过 一起去看看吧 武康亭 之前有网友推荐过 感觉里面充满了绿植 这里应该也是一家餐厅或者是咖啡馆 但是因为太早了应该还没开业吧 这家花店也好好看 这样趴在楼上好可爱 又是一个关了门的优秀历史建筑 可能太早了 或者是不对外开放 这便是网红的罗密欧阳台 但是感觉现在好像进不去 我发现这里很多优秀历史建筑右下角都会有一个二维码 哦 用微信扫码 它是直接跳转到了上海市政府随身办的一个小程序 显示了些建筑的基本信息 嗨 我是Dais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我会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如果喜欢就请点赞订阅吧 这是一群游客吗 还是学生团 好像也在参观武康路 这家店看起来好高级 店里的装修也好高级 四五百的饰品 这个小包真的好可爱 但是不知道可以用来装啥 刚刚在店里面 我看有一个服务员小姐姐就跟着我 非常地认真 我还以为怎么了 然后她后来跟我说 我看起来像她的负责人 好多人在话剧大厦的门口排队 这里有一家好小众好小的理发店 好可爱 奇美理发店 这里好像又是一家咖啡店 果然上海最不缺的就是咖啡店 现在是周六上午时间左右 我刚刚逛了一圈 发现有不少店还没开门 所以大家如果是要来逛武康路 安福路的 建议可以稍微晚一点出发 比如说11点12点到这儿 大部分店应该已经都开了 可能是财风影响 感觉今天上海的风好大 然后武康路 安福路有很多梧桐树 所以会看到有梧桐树都被吹下来 然后地上也会有梧桐树的叶子 这家店的色彩好鲜艳 一进来就心情大好 为了跟顾客解释怎么使用 这边还特别放了一个图示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赞订阅吧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 这个应该是用来洗碗的海原店 好可爱 咦 看我发现了什么 这有点像万花镜 有意思 抬头发现是面镜子 喜欢这楼梯间的装饰 女孩子都无法抗拒的浴缸和小熊 这个洗手台我好喜欢 牙刷架也喜欢 看到彩虹就心情大好 不知道这个房间的用途 但是真的好适合拍照 这恐怕是每个女孩 梦想中的衣橱吧 愿你天黑有灯 下雨有伞 这些平塞好可爱啊 但是要63块钱 退了退了 咦 多抓鱼 之前听说这个APP是回收旧品的 如果有不要用的服装 书籍电子产品 在多抓鱼的APP上可以进行出售 五个条件之后 会有人来上门回收 我猜这家店可能会出售一部分回收产品 这里是书 这里是衣服 这衣服上没有标价 是需要扫码查询的 竟然需要一千多块钱 原来是日本的品牌 买不起 撤了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